本店開出3.31大樂透投獎 店門口不斷廣播在狂賀 因為大樂透開獎這裡終結樂透連槓 一注重投獎獨得3.3億元 小小店面就隱身在台東車站裡 旅客知名走過路過就想來試試手氣 而春節期間的大樂透連續好幾天都沒開出投獎 直到29號也就是開工前一天 總算在這裡開出投獎 因為之前疫情跟那時候 那個東部前幾個月不是有斷掉 就是客人會比較少 然後我們就是過年的時候 出事的時候有去媽祖母要拜拜 就希望求個好運 就沒想到就是初七初八那時候 這時候就開出了一個投獎 開獎開獎開獎 除了高額獎金 還有兩百萬進口收旅車 朋友們集資一本兩千萬超級紅包 沒想到幸運瓜眾大禮 春節期間台彩還特別加碼春節大紅包獎項 連開17天要送出360組百萬紅包 統計到29號晚上已經累積送出281組100萬元 總共62家投注站345位中獎者 其中221人都是獨得100萬獎金 而最旺的是位在台南縣竹山鎮的一間彩券行 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九都各開出一柱 春節大紅包 民眾開工不煩悶 不只有獎金還有機會幫自己換新車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